你第一次抱小豬吧 我是第一次抱 第一次抱小豬 吃很多啦 第一次吃 吃很多吃他第一次抱 我相信這是正常的 到底是什麼原因 讓你這麼困難 情況之下 還是非得要害他不可 因為剛剛我有說 這個電影是沒有想過要上映的 所以那時候我們在 從那個資金的時候 也是很少而已 就是這個 因為這沒有辦法賺回來 應該說沒有辦法上映 就不會賺到錢 所以我們用非常非常低的資本 大概才一兩百萬的費用 就把它拍完了 而且我們只用了十天的時間 十天啊 你有想過要怎麼突破這個困境嗎 因為沒辦法上 我覺得可能有一天吧 就可能可以透過其他管道 讓我們其他國家人看到 因為目前為止 就真的只有台灣能夠上 那我當然希望世界各國 如果覺得這裡反應不錯 然後看到口碑 可能他們有機會讓我上 你對金馬獎的得獎 有沒有什麼期待 其實能夠入圍金馬獎 這種最佳主題曲 這個對我來說已經很意外了 因為這首歌很多髒話 其實 然後還有四個不同語言 然後可能 這語言可能台灣的朋友都不太熟悉 然後再加上很多髒話 然後金馬獎讓我入圍 我覺得 已經包容度很大了 然後我已經很開心 而且我們跟我一起合唱的 那兩個地下饒舌團體 542跟The Real Master Clan 他們非常開心 已經很開心了 大家都覺得這樣已經夠了 就沒得獎也沒關係 就已經夠了 那有什麼觀眾 對你講一些比較印象深刻的 或是有哭 或是有哭 或是什麼樣子 那些對他們來說 可能有觸動他們心裡的一部分 所以他們有哭這樣 最近這部電影在台灣宣傳 應該偶爾也會傳到馬來西亞 那去你有受到關切嗎 目前還沒有受到很官方的關切 還沒有很官方 私底下有聽到一些 可是因為還沒有很官方 所以也不知道會發生什麼事 然後我的監製有在馬來西亞在喬 對 希望沒事發生 因為馬來西亞在三年前政黨輪替過後 基本上就沒有在亂抓人 之前就比較會這樣子 所以現在目前沒聽到什麼不好的消息 那你昨天前兩天都在中南部跑宣傳嘛 那有沒有很多馬來西亞在台灣的一些公司 來支持你 或講一些讓你很感動的 哇 其實我滿嚇到 因為這幾天跑宣傳跑了北中南嘛 然後就有遇到滿多馬來西亞 在這邊留學的學生 然後還有一些在那邊工作的吧 就是留下來 或者有些駕過來的 或者在那邊定居的一些馬來西亞人 對 他們都有感覺包團過來看這樣子 有來支持這樣子 然後他們看了也拍照放回去 放在他們的Facebook 然後跟同鄉分享說 他們看到你們看不到 類似這樣的東西 謝謝 謝謝 không yard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